比如说改什么,改那个像这边ICON 如果说你要修改的话 基本上如果你用我们现在这个版本的话 它没有办法更改ICON 那你会发现我这边有提供一个网址 网路上很多很漂亮的ICON 那个小图示 那这个ICON里面有一堆 所以如果你将来希望找到 你比较喜欢的ICON 能够让你的APP上面ICON更加的漂亮的话 那你要怎么做 那当然我这边有提供一个ICON的网址 里面的话它可以让你找到非常多 不过它是大陆的网站 所以里面的话连线速度有点慢 你可以找一下哪一类的ICON 比如说你可能要找什么 找相机好了 那你可以输入那个关键字 我记得好像打那个繁体的应该也可以 相机吧 也许你可以把那个相机 关键字找一下 然后搜寻一下 他会帮你找到CAMERA 自动帮你转成CAMERA 然后呢 他会搜寻有关CAMERA相关的那个什么 有没有一堆ICON 那你可以找到找你喜欢的把它下载下来 放在哪里呢 你可以把它放在我们的那个APP里面 像这个 我这好像抓其中一个 那是像其中一个这么多了 OK 那你这ICON一堆 那颜色好像也可以改 之类的 可以把它下载下来 然后后面会再讲说这个效果要怎么去做 那其他的话还有变换颜色 颜色部分的话当然 我们如果要变颜色之前有讲过 不过版本 因为我们更新 成1.45 原来是1.01 那你就要改 那颜色 就是相对于那个旧版的 我发现它的颜色好像更柔和 而且好像可以设定的更多 所以这个后面还会再提到 那所以这些效果如果把它加进来的话 那当然看到的那个 我们的APP会更漂亮 更专业 好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第一个我希望 问题1 希望呢 把CAMERA PEOPLE 这个下方呢 做一个类似于下面 之前讲过的这一个 Listar View 这个我想前面也做过了 我大概比较快的把它做一遍 给各位看 1.先把那个 总共有 假设你有4个项目的话 那你可能在下面就要输入4个 那我是直接从那个祭司本贴过来 习惯贴过来 1.贴过来 2.先把它改成项目 项目清单 不过项目清单 因为从祭司本贴过来 它好像 换行 它是BR 它不是换段落 所以你可能要 Delete掉 Enter 把后面这部分 Delete掉 让它Enter 重新Enter过一次来 因为 本来是BR 是换行 你可能要把它改成什么 Enter 那这样的话呢 前面一定要点就对了 反正如果前面没点 你就把它Delete掉 重新Enter过 1.先把它做出什么 做出类似像 画面上看到的项目清单 那实际上呢 我还慢慢建议 各位要学习什么 学习 你看到的东西 跟你的那个什么 左边的程式 最好可以 也稍微瞄它一下 因为将来其实 你设计的功力高低 有的时候跟你对于 那个左边的程式 了解 其实也有非常大的关系 因为很多时候 如果你看得懂 左边的程式的话 你将来要做细部修改 就简单多了 我就怕说 你左边的东西 看不清楚 好 那再来第一个 第二个它做什么呢 先把它项目清单 第二个的话 就是做超连结 所以记得 这边连结 紧什么 这边加一个紧字号 page1 比如说这个是连接到page1 然后你Enter过来 它会加一个超连结的标签 那这个的话加2 所以你可以把这边的话 把这个复制一下好了 然后这边的话选起来 改成连到page2 这边的话呢 改成连到page3 那这边的话呢 改成连结到page4 好 那这样的话 我们第二步就是加超连结 那你同样你可以看到 加超连结之后 它会有个 AHREF等于 这个名称 一个开头 一个A 后面一定会有个结束 反正头尾在这里 表示中间是个超连结 连结到这里 一个page1 那再来的话呢 做完的超连结 之后的话要做什么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是 把它的这个范围 UL到UL这个范围 头跟尾 或者你把它整个选起来 那记得呢 改成资料标签 这个什么标签 检视视窗 找到那个 JQuery Mobile 里面的话呢 请你把它改成什么 大概几个地方修改 一 把它的那个Data Road Data Road 就是它的角色 把它改成什么呢 改成就是叫做 它现在是选content 那表示它选到外面这边 可能要重选一下 再选一次 OK 如果里面有那个什么content 你可能要重选 不然你如果直接把它改掉的话 变成那个content就消失 所以记得 从选UL到UL 确定一下 把这边改成什么 改成叫做 因为我要变成一个清单 所以是List View OK 这样的话呢 把它切到即时看一下 有没有发现 这个时候呢 我就有清单 那点击摄影名词看看 点过来 可以 可是呢 如果我今天 直接这样的样式 我觉得 好像 看起来其实没有那么好看 那我希望呢 它能够长得像这样子 它能够变圆角 而且呢 能够往内说的话 其实只要再增加一个标签 List View 往上有一个叫Data Inset 前面有做过了 你把它改成True就可以了 True OK 有没有 马上做出效果 当然如果说你将来呢 这个颜色不喜欢的话 你甚至可以再增加什么 叫Data Data Thin 有没有 这个颜色 不过呢 这个颜色预设置有什么 黑 蓝 银灰 黄 所以顶多什么 黄色好像看得比较 黄的话 黄色就出现了 顶多这样 如果你不喜欢这颜色的话 你可以改了 不过改来改去顶多就这些颜色 当然未来如果说你要制定颜色的话 就是我们上 其中考前有讲到那个部分 你也可以针对那个List View去做颜色变动 以后的话就会改成你选的颜色 那那部分的话其实就可以改了非常多颜色 那也许我们大概改一个蓝色感觉有点那个 我们改成黄色好了 OK 那这样的话呢 List View就完工了 所以待会请各位试一下 这个地方加一个什么 类似像这样List View 那底下一样呢 请你把它改成一个叫Net Bar 那这个Net Bar的话呢 其实长得就类似像我刚刚 我们完成画面刚刚看到的 就下面这个 有没有 摄影名词 相机种类一直到意见回复 那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那List View啦 Net Bar这部分 基本上是最基本的 为什么因为以后呢 你在手机APP里面呢 一定会有一些陈列 你将来要连结的项目 那其实基本上 如果你项目多的话 用那个List View 会是最好的选 比较好的选择 为什么因为它可以一直往下 一直往下 那你可以一直往下卷动 那Net Bar的话呢 顶多大概放个四个五个 已经是极限了 所以如果你是大的项目 你可以用Net Bar 如果你有很多的细项目的话 那你可以用List View 让它陈列出来 那它其实还蛮多的 你以后反正就是细节部分的话 记得善用那个List View 那我们刚刚主要是 记得哦 先把那个像 改成项目清单 一 二的话呢 就是再把它加超连结 那三的话记得哦 UL到U了 不过选的时候 这边只有那个 Data如果那个技巧 如果它出现什么 像我刚刚那个Content 你不要把它改掉 你记得重选一下 否则你如果选改错的话 那完蛋了 那就会发生无法预期的那个效果 你可能出来都奇怪 怎么跟我要的完全不同 那基本上就是设定错误 试一下这个部分